OK 越野人的年味实际上我觉得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帮好友 大家组织到一起 然后一块去户外 然后一块聚个会聊个天 然后在尤其现在特别温暖的阳光的下午 一块淡会儿逼 紧接着再撸会儿串 然后再把我们所有的装备拿出来 然后该收拾收拾装备 然后该清理的清理 其实这个就是越野人的年味 OK 咱们看看车吧先 首先第一个车就是杜老师这台进唱 这家进唱我觉得还是有年头啊 有的说了 其实这个是最早的进口版本的进唱 进口版本的进唱和国产广汽产的那个进唱 其实大同小异 但是呢进口的它的质量可靠性相对要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也是所很多开过进唱的车友 他们一致给到的反馈啊 OK 咱们再看看下面这辆吧 这个呢是小松的那台白色的50零的DMAX DMAX改的北极卡车 然后现在能看到后面那个房箱已经是没有了状态 咱们看一下后面啊 上面它装了一大牌的海拉的射灯 海拉射灯中间呢是IPF的924的一个摇头灯 那个其实要转起来的话 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指哪打哪 指到任何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搜索 所以呢它的名字实际上也是一个搜索灯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上面这些海拉射灯呢 其实是鲁素的 鲁素晚上照亮的效果我觉得会非常好 尤其在夜间穿越的时候会使用 平常的时候把上面这盖子一扣就OK了 这样的话也不太影响美观 然后同时呢对这个灯面 这个灯罩还是一个保护的效果 OK 咱们主要看看后面这几个大箱子 我觉得这个箱子改的特别到位了 之前呢那个小松的这车有一个背驼嘛 现在背驼房箱去送去二次装修了 等装修的时候呢我们过两天我们会去拍它装修的这个现场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内部装成什么样 到时候呃内部的装修完的这个成品 小松会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大概给讲解一下这个内部的结构 OK 其实这次改装它在后杠上装了两个 换了两个带转轴的后杠 然后这转轴后杠呢 一边实际上是一个呃铝合金的一箱子 在这里面会装着气泵 以及呃救援用的拖车绳啊 这些东西装在这里面相对比较 就比较容易脏的东西会装在这里面啊 它没开锁 然后一会儿这个开锁的部分 让小松回头介绍吧 然后这边依然是一个备胎 然后后面装了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拖车 呃下降的一个拖车下降座 然后这个的好处是在于它有很多个档位可以调节 这样的话进行高低调节 目前呢 这个车因为它升高了嘛 高度比较高 所以把它降到最低了之后 它拖车的拖转能力是更平稳一些的 这个也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要是我们换成其他的车呢 把它再调高就OK了 当然这一个这一套拖车必造价不菲 OK咱们看一下下一辆车 其实这两辆车今天没来得及洗车 所以一个赛一个的脏 然后这台呢 实际上就是另外那台工作车了 这台车我们后面是一个高盖的状态嘛 之前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网友肯定都知道 然后这台车我目前前面是两个IPF的射灯 上面装了一个摇头灯 这个摇头灯呢 我们在用的时候是把它吸上就OK了 然后不用的时候是可以给它拿下来的 当然这个吸力其实还是很大的 在越野道路行驶的时候我们会用的更多一些 但是它的稳定性如何 现在我们可以再去考证验证一下啊 反正之前我在从根河到墨河走的那段非铺装路 然后上面有坑坑洼洼的各种的那个炮弹坑啊 什么那样路 用这个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个是这台车回头洗干净了之后呢 我们会开着这台车把所有的川西募捐的物资 给送到川西0.9吨的物资 其中包括3000本书 包括10个书架子 还有各种的桌子椅子等等等等 反正回到那个可能大家也会看到 我们更新一期的视频会在里面有所介绍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大玩具了 这个是庞巴迪的X3 这个X3之前我们可能没怎么拍过视频 然后回头我们可能会拍一个跟这专门 去介绍这个X3的视频 当然那个主讲应该也是小宋 因为小宋对他了解程度更深 那说完了车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年味来讲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烧烤就是吃了 OK 现在大张在那烤着呢 我们去看他烤得怎么样 嘿大张 哈喽 哇塞 你这烤什么呢 鸡西果 哇塞 这个鸡翠 我觉得这个就是烧烤吧 这事儿对于玩越野人来说 就是90%的人都可能特别喜欢吃烧烤 尤其像这种碳火烧烤 现在在北京能碳火烧烤 这儿着实不多了 所以能吃烧烤且吃且珍惜吧 越野人的年味除了露营以外 基本上就是烧烤了 然后约上三五好友 找一个可以烧烤的地方 用炭火烤出来 然后它觉得最香的 尝着味儿 味儿棒 然后其实来这儿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之前的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 拿出来好好一个是清点一下重新装车 然后二一个呢 就是把很多东西该清理清理一下 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八人的大帐篷 四十一厅的大帐篷 其实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沙子土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收拾一下大帐篷 走着 OK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八人的大帐篷 之前我们在去十度露营的时候 就刚买了帐篷的时候 我跟小松我们去十度露了一个营 然后当时我们是七八个人 都可以坐在帐篷里面去打破课 哇塞 这个感觉真特别爽 然后在帐篷两边 从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分割 它往这边是一个算是卧室吧 卧室呢 在中间又有一个帘子 然后把那帘子铺上之后 那基本上就是这边是一两屎 然后中间呢 从这一块到这一块 这两部分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客厅 其实在这客厅里面 可以打牌 然后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操作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特别大 然后呢 在这边实际上又是两块 大概小两块的位置吧 这两块呢 实际上还是那个卧室 然后这边也是中间会有一个挡板 然后这样的话 两边实际上还是两个屋 所以这个大帐篷是四室一厅 特别棒 尤其我们每次团队出游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野外没法住酒店 那其实有这么一个大帐篷会特别好 但是呢 它的不好是在于就是特别大 大概这么大吧 如果要是一般的SUV的后备箱 可能装一个这个就放不下其他太多东西了 然后有皮卡呢 就好很多 把它一直塞到皮卡最里端 然后上面再加上一些睡袋防烧架等等等等的 那基本皮卡的里边一半 后货箱的一半就占满了 所以真的太大了 对于这样我们团队这样的用其实还是OK的 OK这个就是我们大帐篷里面的位置里面的空间 其实我一米九嘛 我站直了差不多到帐篷顶 如果呢 要是正常我们在里面这样的话 空间我觉得是足够用的 然后两边这边这是一个屋子 这边是一个屋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分离的一个垫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一般是让它尽可能的保证干净一些 同时呢 这里面我们一般会放两个睡袋 两个防烧垫 是睡觉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我们人不够 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里面一人一屋是OK的 然后中间这块呢 在极限情况之下 中间其实还是可以睡两到三个人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最大承载力 睡十个人是OK的 就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大帐篷真的特别好 品牌呢 是挪克 我觉得这个品牌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更合适 因为它就是充气的嘛 就是给它打气 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 尤其那种就是公元档 所谓的公元档 他们玩那种特别牛的那种帆布的肩顶帐篷 像那样的帐篷 其实要支的话 我觉得比这个更麻烦一些 所以我们团队选择这样的一个帐篷 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了 OK回去吃串 下午一会去越野咯 刚才我们已经烤完串 然后现在来到了 传说中的永定河的南坑 这一回车正往上冲呢 我的天呐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越野人的年味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永定河 刚才来的时候 这个中间是坑周围一圈的车 然后都在看中间的人在这冲坡 然后在这儿恨不得有人 一呆可能就是一下午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支帐篷 已经在这儿烧烤啊 露营啊什么 一直在这儿玩的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越野人的年味 就是我来这么多回永定河 真的没见过 像今年一样 整个那一片全是人 那摩托摩托下来了 我的天呐 这个太刺激了 这个就是玩越野人年味 走吧冲坡去吧 冲坡去吧 我跟你说就这些越野车都不好使 就是UTV所有的坡平汤 你知道吗 平汤 下回给大家拍一期视频 聊聊这个庞巴迪的X3 走吧别吓回了 就现在开始吧 走吧